上次說到高君寶瞞著他媽趙美容,靜靜地自己去壽州, 誰知走錯路,就上了雙鎖山,又丟臨劉金定一塊招呼牌, 結果被劉金定抓了上山寨,拉到來聚意廳。 山寨的聚意廳,就起得窮位高大,前朗後屋,起隻飛蟬, 紅綠劉尼雅,紅七名柱,都很夠氣派。 現在最易聽門口就站著兩排劉羅,一排五十人,兩邊就一百, 他們人人拿著一把撲刀,劉金定落馬走進去, 這一百劉羅就攻身行禮,一起大聲說,參見小姐。 劉金定擺下手,面,那就大步大步走進廳, 撞面是三張虎皮高腳椅,劉金定坐在中間那張, 旁邊那兩張未有人坐著,他那四個貼身丫鬟, 春蘭夏蓮秋谷東梅,一字形站在後面。 大廳兩邊兩邊,還站滿山寨的大小頭目, 他們一個個威風嵘嵘嵘,殺氣騰騰。 劉金定坐下,就大叫一聲,大狂套上來。 那高君寶就登眉突眼地走進大廳, 那些劉羅見到他這樣,就吵圈巴斂了, 跪下,跪下。 高君寶就說, 本少爺上跪天,下跪地,中跪萬歲同父母,不會跪給女賊的。 哎呀,不跪,就劏了你。 秦山的大頭目漏口海,一腳就踩到高君寶腳腳那裡。 一般人硬正那裡,就實跪低, 誰知高君寶就寧願蹤兩蹤,死都不跪, 激到劉厚海又什麼樣, 哎呀,你這個牙刷仔, 這麼硬頸啊。 他照著高君寶腳骨上三寸下三寸的地方, 起腳又硬, 劉金定就立刻出聲了, 劉厚海,算了, 他被我捉住, 做了我的街下籌, 不輸都當他輸了, 貴不貴,我不志在。 是呀, 你這個牙刷仔的命被我們捏住, 手刮幾時咬到大腿的? 正正的你就聽話聽教, 我們就好話為些, 如果還要斬斬斬, 看看我撕、撕不撕你的牙刷。 高君寶在家裡正式是金枝玉葉, 人人都哭行他的, 何時受過這樣的氣, 激到臉都青, 合很盯眼就雜性不出聲了。 這時候劉甘定就問他, 鄺兔,你叫什麼名字? 說出來我就放你下山, 不說你就米洗滋酒, 高均報一聽, 這個條件不高, 說出什麼名字就可以放我下山。 說不說好呢? 不說得不說得, 一說出來連我伯爺媽媽都和我失敗了, 我連一個女人都打不贏, 還用什麼去打仗呢? 不如坎頭埋牆死了算了, 想到這樣, 他還是不說, 劉甘定又自問, 你為什麼不出聲呢? 啊, 現在才知道害怕呢? 高均報就不服氣了, 害怕什麼呢? 害怕, 現在我被你抓住, 要殺就開刀, 食慾就騙口, 為什麼是要我講我名字給你聽呢? 我沒有名字的, 你殺了我, 反正我也不想做人了。 劉甘定在心裡偷笑, 這個人才貌相傳, 寧死不屈, 那才是英雄本色。 如果我和他做夫妻, 這世我都算完了。 不過, 他看不起我們那些佔山為王的人, 又硬頸又囂屎又高鬥, 這件事怎麼算好呢? 唉, 今天爹又不在山上, 我自己又不好意思提親, 真是怎麼做好呢? 想想一下, 劉甘定自己醜到整面紅婆婆。 他身邊的大丫鬟, 春蘭一見小姐這樣, 即時就聖水了。 他看下小姐, 又看下高均報, 咦, 他們兩個真是郎才女貌, 天生的一堆。 對呀, 小姐當然是久情久喜歡這個牙刷仔了。 於是乎, 他就特地問了。 小姐, 這個牙刷仔正是非洲和尚, 黑人真啊。 不讓他留回記認, 他都不知雙所山女將的西利法。 不如讓我切了他兩隻耳仔, 撿他幾隻牙, 趕扯他來。 這樣, 這樣, 哎呀, 小姐, 什麼這樣那樣呢? 他在這兒, 還要給他吃, 浪費了我們的米飯。 每次抓上山的狂徒, 都要留個記認才放他走的。 這個一樣沒人情講的, 愚發豹仔。 春蘭講完, 扯下旁邊的夏蓮, 兩個丫鬟就劣手劣腳, 想拉高君寶出廳的。 劉甘定這雲真的不得定了, 立刻就站起來說, 春蘭, 慢著。 我, 我還有事未問完呢? 小姐呀, 這個人正式是人頭諸老, 講極他都不識辯的。 跟他說, 只會浪費聲, 壞氣啦。 別說了, 拉人走, 慢著啦。 未知這個人的底細, 不准亂來, 押下去, 看緊他先, 等今晚再審啦。 是, 春蘭夏蓮, 兩個丫鬟偷偷地笑一下, 被劉羅押了高君寶下去。 劉甘定帶著小個貼身丫鬟, 就回到秀樓。 秀樓即是現在我們叫的小姐劉呢? 劉甘定上了樓, 脫下衣甲, 就換回一套花裙, 坐在梳妝桌前面。 劉甘定下衣甲, 眼光光坐了一排, 心掛著那個帥哥高君寶。 後來他就叫春蘭留下, 其他的三個丫鬟就先退出去了。 跟著他就說, 春蘭呀, 你說那個狂徒的人怎樣呢? 春蘭就明知顧問, 小姐呀, 被你問到我一頭霧水了, 那個人怎樣呢? 哈, 壞鬼呀, 明明看穿我的心事, 還假裝了。 小姐, 我們不蠢就不做妹仔啦, 你要畫公仔畫出腸我才知道的。 嗯, 今天來的那個狂徒, 呃, 零射特別的而已。 哈, 他武藝孤強, 相貌相當, 知不知道他家, 家裡有些什麼人呢? 春蘭就笑笑口碼了。 嘿嘿嘿, 小姐呀, 那我就實話說了。 那個人的上頭這麼好, 真是人見人愛而已。 只碎就碎了他脾氣這麼挖, 雙眼山上額頭, 看不起我們佔山的人。 哼, 找著這樣的人做丈夫呀, 實慳米飯呀, 一日吃氣都吃飽啦。 至金錠就不同的看了, 他說, 春蘭, 你又有所不知啦。 男人要有男人的骨氣, 他大意想言, 凌智不彎, 這是他的可貴之處。 試問一下, 立了招呼牌幾個月, 有幾十人來過了, 知未曾有一個好像他這麼好武藝, 和這麼好人格的? 這樣的英雄, 很難才撞得對的。 哈哈, 劉金錠是忍不住一亂嘴, 說了高君寶的好處出來。 講講一下, 他自己都臉紅紅, 倒下他的頭。 春蘭就說了, 哎呀, 小姐, 這些正是情人眼淚出西思啦, 喜歡起來, 不好的都說他好的啦。 唉呀, 啊呀? 對了, 老債主, 經是閉嘴你的分事。 那今天那個人一在你真心甘! 就這樣, 你來拉 deme上天槍, 讓我先祝賀你吧! 唉呀, 春蘭, Dia的皆不得一的笑臉, 還不知道人性什麼明什麼? 也不知道他建了婚沒有? 啊, 小姐, 如果妳喜歡的, 想之iin好容易而已, 還懷疑,她那副牛脾氣,瘦口如瓶,難道你撬開她的嘴巴來問,那又不用,現在她覺得自己是男人大丈夫,在女人面前認低位,好丟臉那樣,小姐,不如等一會,你叫二哥去跟她談談,好相遇些,實問出事來的, 還有,你先綁住她來審問,她的氣都不相信,當然不肯說的了,甘定聽完,覺得春蘭又說得挺對的,於是就悶心歡喜地說了,春蘭啊,那你立刻去找我二哥,將我的意思告訴她,叫她在書房慢慢問,那我就在窗門外偷聽, 如果結得了的,就咳一聲,如果不行,就算數了,哦,春蘭答完,就去找小姐的二哥,劉虎了,劉金還是有兩個大哥,這兩個大哥的脾氣相差很遠, 最大的大哥叫劉龍,那個人老實,忠厚,脾氣,臨嘰嘰的,不輕聲,對武藝一瞧不通,她從來不想山寨,住在劉家村的耕田,冒龍為業, 二哥劉虎就調轉來了,好武不好問,是一勇之夫,老債主劉大內,也就是劉金還是爹了,他有時出外呢,山上的事務,就交給副債主左天鵬打理,這幾天左天鵬又有事出過去,那山寨的事呢,就由劉金定和劉虎代管了,所以金定有事就找他二哥來了, 那麽巧劉虎剛剛巡山回來,被春蘭撞到井,所以就將金定的心事搞出來,劉虎聽完,就笑奇奇地說, 哈哈,我妹就找到個義中人,一於照他的意思做啦,那大家夾定,春蘭就通定水給劉金定知,劉虎就派人去找高君寶來了,那閒話少說, 高君寶被人帶入書房,只見劉虎笑臭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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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高君寶見劉虎這麼好相遇,也放長眼看看他們想怎樣,劉虎一見高君寶,哎,心又羨慕又妒忌,哇, 哎,這個人的脈頭這麼是正啊,人家的老爸老母這麼會生啊,生個兒子出來啊,被女人一見就喜歡的,哎, 至於我呢,哎,拍馬追不上,他一字想就一字講了,哈哈,小將軍啊,我叫劉虎,是金定的二哥, 我阿妹啊,那些脾氣一般的啊,正式得罪人多,稱呼人少的,請將軍有怪莫怪啊, 我們雖然說是佔山為王而已,只鳳子不傷害無辜,不搶民財,將軍丟爛一塊牌子,也好閒的啊, 只正說我們得罪了將軍,是我們不對,請多多包含,多多包含, 那麼,劉虎明知他妹妹在外面偷聽著啊,撩起那條三寸不爛之事,就不肯哄高軍堡開心啊, 高軍堡真是有點不好意思啊,劉寨主啊,是我走後魯莽,得罪了小姐,是我不對就真,啊,我和將軍見面真是有緣啊, 啊,我準備了酒水,幫將軍壓驚的了,等著我們喝個, 嘿嘿嘿,不知道將軍貴姓高明呢? 呃,呃,唉,我輸了給劉小姐,不想留名就是怕丟架我家的人, 既然劉寨主現在問到,我就不好意思騙你了,我站在便良,父親寶宋朝, 官拜東平王,叫高懷德,我娘是皇上的親妹,封宴長公主,名叫趙美容,我就叫高軍堡, 好,因爲我皇寇被南堂軍包圍在秀州,我騙著娘偷偷地去秀州救嫁, 怎知來到這裡,得罪了劉小姐,慚愧,慚愧啊,哈,劉虎不聽,由自可了,一聽就當堂黑口黑面, 什麼,搞了半天,原來你是高懷德的兒子啊? 啊,真的踏破鐵鞋無靡柱,得來全不費功夫了,專門找你就找不到,想不到你飛鵝撲火,自投羅網? 高軍堡聽到莫名其妙了,寨主啊,為什麼這麼說啊?哼,你知不知道我是誰啊? 我爹叫劉大內,本來在北漢王劉崇手下做官,當年鎮守天井關,你爹高懷德堡柴榮攻打天井關,打到我爹吐血啊! 我爹失了關城,打回來劉家莊落草圍寇,這個仇一直未報,今天你自己送上門來,正好是負債子還啊! 劉虎講完聲聲,拔出寶劍,就落在高軍堡的頸上,升高的,今天你死其刀啦! 高軍堡打了個冷鎮,想不到自己這麼順盡落在仇家手中,唉,這輪玩完了,摔低頭,閉上眼就等死啦! 那一來,就急著站在窗口外邊偷聽的劉甘定,唉,劉小姐愛慕高軍堡,就專門叫他二哥做媒人,想不到高軍堡是仇家的兒子啊! 二中人就成了仇人,看來良緣就難成啦! 如果殺了這個人,又太過可惜啊! 高軍堡他不只人才出眾,還武藝高強,前程似感! 今天死在雙所山的話,真是千古遺恨! 難又難住,看又不忍心看! 小姐越想越深酸,眼淚混了,背轉身,站在窗口都不知道怎麼辦! 那再講劉甫的手剛剛運力,想殺死高軍堡的,實實驚就有人在他後邊說, 臭小姐!停手!放下把劍仙! 蛤?劉甫整個疾著,轉轉頭看下,高軍堡也睜開眼望下, 占有個老伯從外邊噔噔聲走入屋! 這個老伯五十多歲,生得壯壯實實,瘦眉眼闊,五樓長鬍! 他氣爆發地走入書房,第高手啪聲就蓋了劉甫一巴掌! 蓋到劉甫中了兩鐘,用手掩著臉就說, 爹,我做錯什麼事啊? 你真,真大膽了,想背著我行兇殺人? 爹,他是我們仇人的兒子啊,我想幫你報仇啊! 哎呀,你還頂嘴頂閃,想死啊! 老伯省員劉甫,另轉變就對高軍堡說了, 小將軍,老夫劉大內,還說落山訪友,一時照顧不到, 哎呀,得罪了高公子,老夫幫他向你賠罪了! 高軍堡見到劉大內吾基前仇,還打個兒子,也很受感動, 立刻站起來說,哦,原來是老前輩啊,高軍堡又來了! 講完,納給長袍就要下跪了,劉大內立刻伸手扶起他, 由頭至腳打亮了他一下,見到高軍堡氣語軒昂, 一表人才,不由得更加愛惜了! 啊,言責請坐!劉甫這魂真是懵了, 快了,臉是熱辣辣,陰陰桶,還腫起來了! 我爹怎麼搞啊?把仇人的兒子好像當上斌那樣! 各位,原來雙所山的債主劉大內, 扮完事就剛剛上山了! 聽見劉羅說起,有人扔爛一塊招呼牌, 那個人還被小姐捉上山了! 劉大內怕甘定一時火起傷人, 所以急急走上山寨找人! 來到書房, 碰巧劉甫問起高軍堡的身世, 他聽得清清楚楚! 劉甫落手殺人的時候, 他就馬上入屋攔住了! 再講劉大內叫高軍堡坐下之後, 高軍堡就說了, 老前輩, 剛才聽少寨主說, 老前輩和我伯爺有一簡之仇, 今天我誤入山寨, 本應負債只還, 做兒女的, 為老人擔罪是應該的! 老人家, 隨你怎樣處置我都行, 我願意替父領罪, 劉大內就趁機說兒子了! 那, 劉甫啊! 你看人家高少爺多會說話! 願意替父領罪啊! 哪裏像你這樣, 鼠肚雞腸, 火上加油, 殺些龍蟲, 差些撞大板的了! 劉甫還不太憤氣了! 爹啊! 那當初你的仇, 唉! 那些陳年舊事, 還耿耿於懷做什麼呢? 當年, 我保北漢王, 高懷德保大洲, 兩國交兵國衛其主, 有國仇, 無私行, 打仗的事你死我活, 強全虐望, 我武藝吾正被高懷德打傷是對的, 不關他的世事的嘛! 最初幾年, 為父都怨恨高懷德的, 經常想報一簡之仇, 那幾年後的今日, 經過人世滄桑, 世事變遷, 為父就明白了, 高懷德為國為民, 保明君父真主一統天下, 他做得對呀! 那到趙康人做了皇帝之後, 減稅父, 緬搖亦, 萬民歡呼, 風嫖與信, 為父, 佩服得五體頭地, 故此當初的事, 為父早就算數了, 所謂厭家而解不宜結, 你還不快向高公子請嘴? 劉虎聽老爸講出這段緣故, 聽聽話對高君寶就立刻叩頭行禮, 高君寶一手拉起他就說, 小寨主呀, 你千萬別這樣, 這樣我很難做的, 那屋裡的人言歸於好, 站在窗口外面的女英雄劉金, 還是開心到什麼呢? 他心想, 哎喲, 好在爹心名大義, 化乾哥為玉伯, 看來這門親事還有得慢, 不知爹又看不看中高君寶呢? 唉, 那個二哥啊, 吃了一口豬油, 還不快點提這門親事? 他忍不住, 小小聲咳咳咳咳了一下, 這些就是他們兩兄妹夾定的暗號來的, 咳咳就表示同意這門親事了, 小姐一打出這樣的暗號, 醜到她面紅面霸想走了, 丫鬟春蘭就攔著她說, 哎喲, 小姐啊, 你自己終身大事, 不是義氣的, 為何不聽人家怎麼說才走呢? 春蘭, 在窗口外邊偷聽人家說話, 被人家知道, 臭死了, 咳, 我們都是武將, 怕得這麼多嗎? 敢抹招呼牌, 就不敢看下那個相公了, 嘩, 你這個臭鬼啊, 甘定小少, 真是不捨得走啊, 貼實在窗門外邊, 聽著屋裡頭的動靜, 喏, 各位, 呂英雄留甘, 還是看中了高君寶, 知會不會是一廂情願呢? 明天再說了, 今天您也不 dried, 謝謝小倫先生, 拿撇子然後被祈�一下, 到處住了幾次的 crucified입니다. персон梅 ir無理有品牲, 您從這一 beginайте, 使你大 bir不予辱店, 您不須搜尊多電腦在於微濡 knowing它都會出上去, WA tourism Build得很清楚是如此? 下去得沒掉 sunshine吧